政协茶话会新老常委到场 习近平在提台港 中国政协举行茶话会 新老两届中共常委多数到齐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谈及到两岸关系时则表示 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 谈及到香港时 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 不动摇 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12月29日举行新年茶话会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显示 包括习近平在内 中共两届政治局常委多数出席 其中第19届常委7人全部到齐 除了习近平还包括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人 中共18届政治局常委中 习近平李克强在中共19大连任 张德江 于政生 张高丽等三位卸任 18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出席此次查话会 18届常委与19届同为7人格局 为道场二人为中纪委前书记王岐山 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前书记刘云山 道场各常委与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 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共聚一堂 共赢2018年元旦 习近平在会上首先表示 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当中包括五位议题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攻击策结构性改革 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都取得进展 他还提到香港回归20周一年 是鲜明宣示了一国两制 方针不会变 不动摇 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 不走样 在两岸问题上 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和平统一 促进两岸交流交往 坚决反对台独 中方正展开全方位外交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